这个小伙一觉醒来 竟然发现背后粘着一具尸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昨晚小伙在张贴海报时 不小心打翻了一桶强力胶 紧接着小伙脚底一滑 也摔了下去 等到FBI赶到时 小伙已经跟尸体背靠背张立叶 由于粘得太过牢固 FBI正好把小伙跟尸体一同抬回了实验室 经过一期扫描 法医很快断定死者是一名30岁的男性 并且死者投刃的剑并不是真的 而是一种表演道具 此外法医还发现死者做过脊椎手术 只要找到做手术的医生 就能查清死者的真实身份了 很快FBI通过手术记录 找到了死者的上司 上司称死者名叫阿伟 阿伟上周五跟女友大吵了一架就失踪了 于是FBI赶紧找到阿伟的女友 可没想到女友跟小舅子在得知阿伟死后 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他们以为这又是阿伟的恶作剧 因为阿伟的业余身份是喜剧演员 每次惹女友不高兴 她都会用这种办法来寻求原谅 女友称上周五跟阿伟吵完架后就去上班了 自救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她本想阿伟还在跟自己赌气 可没想到阿伟已经被人杀害 说到这儿 女友建议去查查 是谁把剑带在了阿伟头上 虽然阿伟是喜剧演员 但她从来不会带这个玩意儿 为了进一步了解死者阿伟 FBI从她小舅子里找来了她的演出录像 没过多久 众人就发现了疑点 每次阿伟演出时 都会有同一个人在台下起哄找茬 阿伟的小舅子说 起哄的人也是个喜剧演员 他跟阿伟互相看不顺眼 另一边 为了让尸体跟小伙分离 法医拿来了一瓶花生酱 原来花生酱的油脂 可以消除强力胶的粘性 果不其然 花生酱还没有涂上多久 尸块就开始脱落 法医取下了尸体的头骨 发现死者的面部遭受严重的顿起攻击 就在助手要进一步研究时 一群苍蝇突然飞了出来 接着法医从苍蝇右重判断 死者是在上周五死亡的 这时助手扯开了所有的尸体 小伙终于跟尸体分开了 另一边 FBI很快找到了起哄的人 但没想到对方居然是阿伟的托 每次起哄都是两人设计好的 目的就是为了营造气氛 正当两人要离开时 却突然发现了墙上的海报 上面的大黑带着跟死者一样的剑 这时那个托说到 阿伟死后 大黑就代替了他的位置 根据线索 两人很快找到了大黑 探员问他 头上带的剑去哪了 大黑却说被阿伟偷了 大黑说阿伟天生就是贼 不仅偷道具偷女人 还喜欢偷喜剧段子 回到警局后 探员们开始分析阿伟的段子 从段子的语句推断 写段子的应该是个女人 一想到大黑说 阿伟喜欢偷人段子 探员推测 应该是那个被偷段子的女人 出于报复杀害了阿伟 为了找出写段子的女人 探员们把偷来的段子备收 然后去参加当晚的脱口秀表演 当念叨女人的段子时 女人突然情绪激动 就这样 女人自己上钩了 可经过审讯却发现 原来阿伟是女人的老板 每次用女人的段子 阿伟都会给他一笔钱 女人根本没有杀害阿伟的理由 线索再次中断 就在这时 法医那边终于有了进展 他们在死者父母 找到了一些陶瓷碎片 经过化验 发现这些陶瓷碎片上 还有尿液 显然凶器就是马桶 法医很快还原了案发的过程 死者生前面部遭受了三次撞击 第一次撞击 死者用手部阻止了致命伤害 很明显死者当时正趴在马桶上呕吐 这下案件终于有了头绪 FBI登记对全市马桶展开了调查 在对20万个马桶取样后 探员来到了阿伟女友家中 意外的是 他们在马桶上发现了陶瓷碎片 这正与死者身上的碎片一模一样 很快阿伟的女友跟小舅子被带走调查 经过审讯 小舅子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那晚阿伟的女儿走后 阿伟也喝大了 他跟小舅子说自己要甩了女儿 然后搬往大城市发展 小舅子替姐姐抱不平 所以才杀害了阿伟 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所以说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跟小舅子搞好关系